美国政府机构停摆第14天 民主党掌管众议院之后 随即和总统特朗普会谈 结果双方互不相让 不但无法终结停摆僵局 特朗普更直接撂下狠话说 如果众议院坚持不批准5000亿美元 美墨边境围墙建造费 他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直接绕过众议院围墙一定要建起来 美国政府机构结束停摆的希望再度破灭 民主党为首的众议院 星期五到白宫会见总统特朗普 希望能够马上重启所有停摆的政府机构 民主党坚持不批准5000亿美元 美墨边境围墙建造费 特朗普坚持要建造围墙 双方一步都不让 最终无法达成共识 谈判破裂 尽管特朗普事后不断向媒体表示 整个谈判过程非常良好和顺利 但是他却强调围墙非建不可 更直接放话 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直接绕过众议院 特朗普指出 双方都希望尽快重启停摆的机构 让80万受影响的公务员赶快复工 避免影响他们的收入和生活 但是特朗普态度强硬 除非有5000亿美元 否则停摆会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特朗普真的绕过众议院 坚持建造围墙 按照美国宪法 他很可能必须面对法律制裁 民主党众议院特拉比早前就已经放话 要弹劾总统 还用粗俗的字眼形容特朗普是混蛋 不过特朗普没有太大的反应 只是批评对方的言行 丢人现眼 不尊重美国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